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陳立委孫大謙委員 大家好 國安戰略專家陳溫甲老師 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王上志向之歌 什麼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趕緊把目光望向這一場 烏爾之間的戰爭 烏克蘭現在的進度 我們來持續看到他在進攻俄羅斯的 庫斯克州最新戰況是烏軍的總司令 他宣布了要在庫斯克州 接下來要建立軍事司令部 宣布已經烏軍的部分 佔領了當地1150平方公里的土地 當中包括了一共有82個聚落 目前都已經被完全掌握了 庫斯克州南部的前陣蘇甲也在內 但是我們來看到俄羅斯的國防部 他也宣布了 反攻初步已經有一些成果 成功奪回庫斯克這邊的一個村莊 叫做克魯佩茨村 但俄軍也付出了代價 當地7架戰機被擊落 其中還包括了價值非常高 3400萬美元的數三四的戰機 另外一頭我們來看到俄羅斯 正對烏克蘭的盾內茨克地區 也持續的在烏東地區發動 他的一次強烈猛攻 目標要拿下的是烏軍重要的交通 還有他的補給重要枢紐 也就是今天我們今天會來特別探討的 紅軍村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現在兩邊 兩場戰役同時在烏俄的國土上面分別進行 兩邊的戰略策略 我們今天會一次的全面做深入的分析 說給您聽 我們先來看到烏軍進攻庫斯克州 超過一個星期了 俄羅斯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辦法 調集足夠的兵力來做反撲 還是普丁他打算要繼續的誘敵 來做深入甚至做包夾 上次哥怎麼看 首先正對現在庫斯克的現況 其實眾所紛紛 當然其實烏克蘭或者是俄羅斯 大家都是各說各話 那麼當然現在烏克蘭確實是投入了 超過六個旅以上的軍力 烏克蘭在整個有關於庫斯克這個地方 那麼強調了有很大的斬獲 那麼確實大家都覺得現在俄羅斯一個禮拜 按照道理俄羅斯的整體的軍力 包括他們的武器 應該不是很快就可以把他奪回來嗎 這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看其實從一個最近的一個人序宣佈 結果普丁其實剛剛這兩天才剛剛宣佈 針對庫斯克的這個前線的指揮官 指揮官剛換人 然後換上了九敏 作為他的過去的這個 算是比較年輕一輩的將領當中的左右手 而且是跟普丁比較靠近 而且這個九敏有一個很特別 在描述說他過去曾經徒手嚇走了一頭熊 所以描述說他是熊將 描述他的這個熊上威武之力 所以我們知道在這個時間點上 在陣前換將庫斯克換上一個非常親信的人 所以就表示說普丁在這個部分他對於庫斯克 在整個庫斯克的狀況的第一個不滿意 第二個遙控 所以換人 所以看起來其實無論現在大家的宣傳怎麼講 我覺得整個在軍事的這個所有的進度當中 將領的更換是最大的關鍵 因此我個人判斷來講 整個來說 確實在庫斯克的狀況 目前來講俄羅斯是確實是還是比較吃憋的 那當然就是有很大的原因 我想這個原因其實我們必須還是得 可能跟軍事人士有關 因為現在整個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爭的面跟點 非常非常多 那麼不同的年輕跟比較資深的前線 跟後面各式各樣軍令指揮的將領們 大家在傳統 俄羅斯的這個軍令跟將領的這個系統以後 其實不能說大家各具戰場各自為事 可是各自面對的戰爭 有很多各自大家在認定的部分的戰術跟戰略 所以我們就不得不從俄羅斯在五月的部分 普丁更換了整個國防部長 把他非常非常倚重的這個原來的國防部長 蕭伊古轉成國安會議的部分的優長 然後你可以算是一個promote 但是就變成是一個戰略的 而把現在國防部長竟然竟然交給 貝洛索夫 那貝洛索夫是個經濟學家 這可以說在俄羅斯的過去的國防部長的 整個軍事史上用文人做現在在打 烏克蘭這個時間點 你找一個經濟學家當國防部長 所以當然在邏輯上我們可以理解 首先現在在整個烏克蘭戰爭 它是俄羅斯面對整個西方勢力 你有很多的武器 你有很多的戰略 這個東西必要有很多的創新的研判 國際政治外交的研判也必須包括 所以俄羅斯傳統的這些將領也許包括蕭伊古 一個非常會打戰的將領也許不是那麼care外交 可能就是聽普京的 不是那麼了解國際動盪的群世 而存在軍事方面 另外一點作為一個長期戰爭來說 整個俄羅斯的整個國家的戰力必須要投入進去 這裡有很多的包括軍事的 還有軍事資源 軍力的各方面的調配 還包括可能國家的很多的GDP的挪動的這些物資 國際的軍事方面的溝通 這恐怕不見得是傳統俄羅斯的這些將領所受的軍事教育 跟他們本身的軍事性格能夠負擔的 所以在五月份我始終覺得在烏克蘭戰爭當中 國際經驗也這麼看 作為現在把一個經濟學家當國防部長 來整個來面對俄羅斯在面對烏克蘭戰爭這件事情 是一個非常非常前所未見的結構性的思路 甚至於很冒險 所以我們從這個當中來看庫斯克 那庫斯克現在大概各方面雖然俄羅斯沒有承認 可是很多人都認為 普丁有一個不滿之處 認為庫斯克的這個部分 烏克蘭的突擊 好像是將領們沒有預料到的 特別是包括蕭逸谷作為國防部長 那麼無論也沒有這個責怪之意 但是作為一個更靈活 重新調度包括各方對烏克蘭的戰線 以及包括庫斯克 現在眼前這個非常重要 全世界都在關注的 而且烏克蘭俄羅斯不能吃憋啊 現在反攻當中一反攻就得贏就得打回去 那麼這個部分來講我認為是一個全新思路在進行 所以我不認為現在普丁是要誘敵深入 這個部分就是個突襲 那麼俄羅斯自己定義也說是個恐攻 他們不定義說他是入侵 因為入侵就是國跟國之間要你死我活了 他們把定義就是小小的很局面的叫做恐攻 這是最新整個俄羅斯外交部跟軍事方面的定義 所以你恐怖攻擊 所以我就要把你打回去 因此看起來整個俄羅斯現在才剛剛調整完軍事人士 庫斯克的指揮官 還有整體的軍事思路 我認為這方面來講 那當然一旦如果真的調整完的話 應該很快就可以在庫斯克的戰局當中 俄羅斯會有所進展 因為他重新調整他整個佈局嘛 這個長城火炮會不會用在攻擊烏克蘭的補給線 這一方面呢 我相信會喔 因為這次都知道烏克蘭戰爭 我們就知道在最近的大內圈 我說烏克蘭方面的大內圈 描述他們用了海馬斯火箭 描述他們其實包括600架的裝甲的坦克進去 所以這真的是把他們的精銳的武器 西方的武器 還有包括很精銳的部分的戰力 往這個地方去了 當然現在有很多 當然歐盟歐盟當中 大家都不看好烏克蘭這樣子的舉措 只是說大內也就是說重兵器 這個部分確實現在在庫斯克 毫無疑問的 俄羅斯不可能拿一般傳統的 跟你就打來打去的這個東西 它一定要能夠壓制 包括剛剛講 哈拿斯火箭跟等等的 剛剛講 現在這個那麼多 包括他們的這個飛機 都被打下來這件事情 所以就表示說 這個部分接下來俄羅斯 肯定也是用重兵器 跟這厲害的武器來面對這場戰爭 好一場戰爭是在俄羅斯的境內 這庫斯克進行 另外一邊我們要來持續關心的 就是烏東地區現在的攻勢 烏軍猛攻庫斯克州之際 我們看普丁趁機 在烏東的盾內茨克州這邊 持續的發動猛攻 其實在8月14號這天特別嚴重 一共是發起了58次進攻 目標拿下剛剛我特別提到的 紅軍村這個地方 他是一個重要的樞鈕 五條公路一條鐵路都在這邊交匯 是烏東地區最大的一個重要補給了 目前俄軍其實離紅軍村非常的近 只剩下15公里 完全是可以用他的炮兵 在他的射擊內就打擊到 普丁猛攻這個地方 如果說紅軍村一旦失線了 會讓烏克蘭在烏東地區的戰線崩潰嗎 德倫斯基進攻這個庫斯克 卻讓烏東局勢惡化 會不會這樣子因小失大 我以為你怎麼看 當然極有可能 因為如果紅軍村失線了 那整個烏東戰線 烏克蘭恐怕就會面臨到更強大的壓力 整個烏東戰線恐怕就要節節敗退下去了 當然對普丁來講 他之所以現在猛攻紅軍村 不外乎是兩個考量 第一個考量就是攻敵必救 就我現在猛攻紅軍村 那你還要繼續在我西南部 那幾個地方折騰嗎 你再折騰下去 接下來你的紅軍村會有攻陷 你整個烏東的戰場都崩潰掉了 那你到底要不要做一個權衡的選擇 另外一個就是對普丁來講 他當然知道孰輕孰重 就像剛才上志哥說的 烏克蘭跟俄羅斯的邊界非常長 所以呢現在看起來 烏克蘭打算要用游擊戰的方式 就是攻入俄羅斯的領土 然後對俄羅斯政府造成壓力 可是對普丁來講 這個與其去處理這些防不勝防的這些小打小鬧 我不如真正在戰場上能夠取得更大的進展 那麼反而還可能會達到更好的效果 那更不要提到說 烏克蘭自己打到了俄羅斯境內 他又宣稱說他不會佔領 他只是打來說 將來做談判的時候 作為一個籌碼 所以你都做了這樣的談話了 如果我是普丁的話 我也會先放下來 先把紅軍村拿下來 讓你整個戰線崩潰掉 你就算在我這裡佔了什麼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又怎樣 我已經把你整個烏克蘭這個東邊都全部拿下來了 那到底是誰的損失比較大的 那麼更不要提到說 這一次烏克蘭之所以打這個庫斯克 會讓俄羅斯措手不及 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俄羅斯政府包含普丁沒有想到 北約敢這樣公然的支持烏克蘭去做這件事 就現在在庫斯克州 你看到的很多 這個來自於烏克蘭的這些軍方的人士 他們講的話不是只有烏克蘭的語言 他們還講了波蘭語 講了英語 講了法語 代表說 北約的國家已經是明目張膽地 公然地支持了烏克蘭的部隊 等於是聯軍式的泰式攻進了俄羅斯的領土 所以我覺得北約這些國家也是在兵行險招 這是在玩火 他們在走鋼索了 他們在賭普丁到底有多少耐性了 如果今天普丁的耐性不夠了 那這些國家恐怕馬上就要面臨滅頂之災了 波蘭也好 英國也好 法國也好 他們現在是因為 這個站著說話不腰 坐著說話不腰疼 他們站在遠方去看這場戰爭 所以他們大可遊刃有餘地派一些將領來協助 可是如果今天這個戰火真的波及到他們呢 如果俄羅斯射幾枚超高音速導彈射到巴黎 射到倫敦跟射到波蘭的華沙的時候呢 他們要如何處理這件事 所以其實對普丁來講 因為戰線很長 因為他們的這個對手的戰術做了調整 那麼我覺得他自己在權衡輕重之下 他已經做了選擇 他的重點就是在於烏東 要有更大的進展 讓烏克蘭在烏東整個崩潰掉 那麼藉由他自己西南部的這個土地 地緣遼闊 說難聽點 這個俄羅斯很大 地緣遼闊 對俄羅斯來講 被你烏克蘭佔個一千多平方公里 不算什麼的 就是你佔個兩三千都可以 可是當你要佔這兩三千的時候 我已經把你烏東的整個防線都崩潰掉了 那到底誰損失的比較大 那接下來大家就要看後續的發展 好所以我們會持續來關心的是烏東局勢 因為會看起來持續的惡化 斯倫斯基的態度又是什麼呢 他說他無意併吞俄羅斯領土 但是他又在庫斯科索這邊 現在已經建立了安全區 這當中他也向俄羅斯平民發放水跟食物等等 另外還有軍事司令部也都成立了 接下來他到底會怎麼做 斯倫斯基的部分有沒有可能像普丁一樣 在這邊直接建立臨時政府呢 他到底會接下來佈局是什麼 老師 其實他要怎麼一個佈局 顯得意見他是由攻擊最佳的防禦 因為他原來從前年的2月24號到現在 已經就兩年多了 那他這次突然對俄羅斯的一個庫斯克 來發動一個禁忌 而且你看他已經怎麼樣 1150公里 平方公里 這麼大的面積 那我覺得這是有效的一個攻擊 而不是所謂恐攻 恐攻就放頭就走了 那所以他現在下一步 其實我們要考慮的 他可能就會去設立一個安全區 跟所謂的軍事司令部 因為為什麼安全區 因為他已經打到那個地方 當然要守護他的安全 然後此外呢 用軍事的司令部來代表怎麼樣 就是說用軍事的控制 因為有司令部才能又能用功又能守 那當然 這部分我們有考慮到一個軍民的問題 那他軍民他可能會用懷樓的方式 懷樓 他如果沒懷樓那不是造反了嗎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說他會不會 這個學習這個普丁 他會不會去經歷一個臨時政 我覺得他不會 因為他是個過渡型的 他只是要怎麼用一個 用這種力量來削弱 來削弱所謂的這個普丁 他對這個烏冬這麼長期的一個壓迫 他要釋放壓力 那因此呢剛剛委員也講到 其實如果說這個行動當然 不是光一個這個烏克蘭能搞的 其實背後 背後有人嘛 那就是要嘛就是北約 要嘛就是美國的勢力在 那這樣子會引起怎麼樣 就是當然這個俄羅斯高度不滿了 我說這個我們現在這個戰 其實俄羅斯從以前到現在 都是只限於他兩個國家之間的戰爭 他你看他也沒有明目張膽 把中國的力量 把北約力量拉進來也沒有 但是你一直要這樣的話變成怎麼樣 變成這個危機會上升 會上升 那這樣子會不會造成一個反效果 那麼值得觀察 那只是呢我覺得他這一次呢 發動在這個所謂的 庫斯科的一個佔領的行動 那我就想那個問題就是說 他此時此刻他可能如果說 如果普丁沒有 立即把他再拿回來的話 那可能就變成怎麼樣 破瘡效應了 破瘡效應 你這個不弄 那下次他繼續 會繼續往 其他地方 對會蠶食 會蠶食 那因此呢我覺得這個時候可能 馬上我覺得普丁會 更大一個反擊 這樣更大反擊是為了要怎麼樣 去削弱他這原來的他的 不應該有的舉動 那這個是這場我想是 以後呢可能就變成一個是這個持久關消耗戰 你來我往你來我往 這是我們也值得觀察的 地人政治 內中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洞悉事件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現 Defense Post最新的報導 台灣呢目前他說正在計劃研發一個極音速直流噴氣引擎 中山科學研究院也將負責監督這一項的開發工作計劃 三年內就可以來做實現了 其實之前就已經傳出過了 國軍在研發的晴天極音速巡弋飛彈 它的射程達到2000公里 這邊說呢能夠直接打到北京 畫面上我們地圖你可以看到 但是呢這個引擎當時還是相當保密的 對照的是舊有的熊山飛彈 恐怕只是使用的是美國舊式的這些衝壓引擎 我們看到這個晴天飛彈 雖然說現在說是已經有了正在研發 但是畢竟還是這個引擎來源不明嘛 那聲稱可以打到2000公里 有沒有可能有一些嚴過起始呢 台灣打造了這一款極音速直流噴氣引擎之後 晴天飛彈就能夠成為極音速飛彈嗎 文家老師怎麼看 我是就想到如果說能打到2000公里 那大概就是用戰斧行運飛彈的規格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戰斧行運飛彈呢 它的距離大概是1200公里到2500 這麼遠的距離 那是不是這個過程中如果真的是有的話 那是不是有美國的身影在 因為不然其實就我們來看蒼氣來 美國對我們台灣呢 就是所謂的這個武器的一個研發 其實它有一個所謂的遏制的效果嘛 因為他當然他不希望這個我們緩攻大陸嘛 所以他不希望我們用所謂的太過於這個射程緣 然後有這個精尊打擊的一個就長城的一個武器喔 那所以一旦傳這個消息呢我覺得 可能我們還需要做一個確認嘛 但是其實如果說你要做一個兩 就是一個射程2000公里 那可能要牽涉到一個東西 比如說我們用巡音飛彈來看好了 戰斧巡音飛彈 它的射程呢大概是 它也只有一小時是880公里 一小時啊 那你想2000公里要飛多久 飛兩個半小時 對不對 飛兩個半小時 因為一個小時是880嘛 那你要飛兩小時不是要飛兩個多小時 兩個小時 你在飛的過程中可別再攔疑下來 對不對 這是我覺得我們可能要這些質疑的地方 如果你發展的東西不是所謂的超音速 你只是用亞音速喔 其實這個是我覺得我們需要去 如果說呢 射程遠不代表說你會效果會好 因為你飛太久了 就像我們記得很清楚的是在 兩三個月前不是那時候這個伊朗 而不是要發動對這個以色列的這個反應 那為什麼會被攔截下 因為它是用所謂的巡音飛彈跟彈道飛彈 它速度慢啊 一下子就被 今晚就被英國啊 這是被攔截下來了 所以我想說如果你 雖然你射得遠但是你速度慢 你其實 我覺得這個東西還是需要 你要射得遠然後射得快 這我覺得 才是真正的達到我們所要的這個 所謂自力進行的作用 那當然啦 其實 從一個角度來看 我現在 因為基本上這個可能是比較保密的 我也不願意去多 多揣測啊 或許它也真的很遠 也真的射得很快 但是我覺得如果說 這現在傳出來了 那代表一個就是一個 一個戰略的威責效果 威責效果 因為我們平常呢 都講說 如果說這個中國呢 他如果敢一敢對台灣 進行武統或軍事行動的話 那我們會進行反擊喔 因為當初講說 我們可能就是 靠一些所謂雄風飛彈啊 就頂多到這個三五百公里啊 就到這個東南沿海而已 所以呢 我們打不到這個中國的內地喔 那如果一旦有這個東西的話 顯然意見就會對中國呢 他們在對台灣武統的時候 他們尤其是中南海的領導人 會有威責效果 因為你看兩千公里 可以到達北京喔 對不對 已經到達北京 不是上海到達北京了 那這樣子是一個威責效果 所以有時候我們想喔 我想這個兩位前輩都在媒體上 這個經常 這個非常有影響力的喔 我就覺得說 有時候透過媒體來放謊話 其實也能達到效果 有時候也不一定要達到這個所謂的 不要達到戰鬥跟戰術效果 只要達到戰略的效果就好了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還是要持續的來做一個觀察 跟一個來追蹤 是好 射程確實是遠 不過這個速度上 看起來到底有多快 這個還要再持續的做關注 我們也來回顧一下 因為這款引擎 是不是說也有可能有美國的影子 那美國自己在過去研發 它的極因素飛彈的過程 其實也不是很順利 我們來回顧一下 2011年它開始研發 歷經數次失敗 那一直到今年的6月 才說在這個夏威夷這邊 成功試射了它的長程極因素武器 美國公開的數據顯示 這款武器最大射程是2776公里 最大速度5.12馬赫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 都已經有這麼多次的失敗 台灣的這一款極因素飛彈 能夠三年內完成就這麼的順利嗎 還是有一些難關要做克服的話 那美國可能會提供台灣相關的技術嗎 上志哥怎麼看 台灣研究極因素飛彈 那現在伊斯蘭江湖上有耳語 當然最近一個部分主要是一個 來自一個算軍事的 比較大家還蠻關注的一個媒體 Defense Post裡頭特別提到了 但是你說他提到的東西其實也不是太具體 但他表示說台灣方面的部分 國防部現在針對於所謂的極因素飛彈 那麼已經跟台灣自己本身的幾家大學 來進行研究合作 也就是說這裡頭可能是進行一個研究合作報告 再開始再做 我想其實極因素飛彈是這樣子 做一個5G研發 它是一個連美國你看落後那麼久 極起直追也花了這麼這些年的部分時間 那當然台灣能不能做極因素飛彈 相較於台灣的無人機 是一切從零開始從頭起步 台灣因為過去包括以前 包括熊山各式各樣的這種飛彈 台灣的飛彈的整個的研發系統 確實是有基礎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邏輯說台灣在研究極因素飛彈 為什麼大家還是不會覺得 在造什麼謠 覺得有可能 主要還是在於台灣本身的飛彈研發 包括在飛彈的設計到飛彈的製造 這個部分確實是有這個基礎實力的 那麼像剛剛講 現在媒體在披露說 現在在大學在接一些論文在進行 那麼這點到為止 但是呢 這裡也傳出說 這個部分的項目認為是從 我們剛剛講2025年 Starting from 2025年之後三年的時間 這是一個 所以這究竟是一個設計到製造 2028年能夠做出來 還是剛剛講大學的這個研究計畫 各方面很多教授啊 私下在接這些很機密的國防機密研究計畫 都知道其實那這個就是從2025年開始 然後才2028年 所以這個時程其實還是搞不清楚的 但我們必須得說 其實極硬素飛彈其實真的並不是那麼容易 台灣雖然現在能夠做的其實是地對地的部分的飛彈 極硬素飛彈當中的應用非常非常靈活 以中國大陸現在又有最新的極硬素飛彈來說 他們現在其實來講 你無論是從海軍的艦艇上 包括航空母艦上或者是大區上 直接來發發射 或各方面 現在真正的極硬素飛彈的應用 像包括俄羅斯或中國大陸其實不曉得 所以呢 這個部分如果你要做到這樣子 能夠靈活的來應用 靈活的來發射 變成它所做的部分 不只是台灣現在只能做到地對地 為主的這樣子的飛彈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其實就恐怕它的難度 無論剛剛講 因為美國在現前極硬素飛彈 之所以失敗 就是它的推進火箭系統 現前失敗了好幾次啊 終於現在才 所以它其實非常的艱難 包括你的燃料密度 燃料的效率 還有包括等等的 你說成航太的部分的這些通行遙控 這些東西都不是一般 因為它速度太快了 我們做 你知道高鐵在做 5G的部分就會斷信 當你在極硬素的時候 你這樣子的部分 包括你還有可能必須要衛星的 這個同時在進行遙控 這個部分它是一整套體系 所以台灣是不是有可能發展出 整個極硬素飛彈系統 或者或者是台灣現在極硬素飛彈的部分發展的實力 或能力一如無人機 是配合美國現在發展當中 幫美國一起變成美國仿佛供應鏈 但是參與了美國共同的大極硬素飛彈的 現在的整個的發展跟研發 這一點我認為的可能性在初期會比較高的 好 台灣的部分還在做相關的研發 這個進展我們會持續的為觀眾朋友做相關的報導 不過在中國大陸解放軍的部分就比較成熟了 最新型的這個是它的英級二一極硬素飛彈 能夠多次的點火進行新型的固體燃料助推器 維持在相當高17馬赫速度下 它說是以打水漂 懸命叫做三格爾彈道的方式 在大氣層這邊的邊緣反覆的橫跳 對全球範圍內任意地點可以進行精準打擊 新的概念大監委員如何看 在極硬素飛彈的部分剛剛聊了 美國曾經嘗試過很多次曾經失敗 那現在這個進度上面跟中國大陸相比 好 我花點時間先幫大家科普一下 這個飛彈的彈道學 就是說英級二十一所採用的所謂三格爾彈道 就是跟現在中國大陸在研發的東風二十七 他們都是用一樣的這個模式在做開發 但是事實上在這個三格爾彈道之前 中國大陸的極硬素這個飛彈 大部分所採用的叫做前學生彈道 那麼前學生彈道跟三格爾彈道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前學生彈道是前學生在1948年吧 他當時曾經提出一個構想說從紐約飛到巴黎 只需要一小時 那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一點呢 他就提出了所謂的這個前學生彈道的概念 當然當時所提出來的概念不是為了飛彈 但是後來這個中國大陸把它應用在了飛彈的概念上 所以後來大家就稱之為這個前學生彈道 那前學生彈道跟三格爾彈道 他們共同點是什麼 他們共同點都是利用流體力學 就是我們都打過水漂嘛 就是水是流動的大氣層也是流動的 這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水面上打水漂 你一樣可以在大氣層上打水漂 你可以在大氣層上不斷地彈跳 然後你就可以這個快速地推進非常遠的距離 所以前學生彈道它也是用同樣的方法 可是唯一跟三格爾彈道不同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前學生彈道是當你在大氣層上打水漂 然後最後你進入大氣層之後 這個飛彈的這個彈役就會升開了 於是這個飛彈就開始加速這個攻擊目標 不會再回到大氣層之上了 就是它進入大氣層就不會再出去了 那這是前學生彈道它當時的這個模式 所以它的速度最高可以達到多少 可以達到15馬赫 所以我看到美國研發的這個還這麼開心的說 最大速度不過就是5馬赫而已 我就想說人家都已經15馬赫了 你才是5馬赫到底有什麼好高興的 它15馬赫的這個速度 可是前學生彈道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在這種超高音速導彈 都有一種叫做黑障 黑色障礙黑障這兩個字 什麼叫做黑障問題呢 就是當你快速地進入大氣層之後 因為你進入了大氣層 你跟大氣層的這個氣體有摩擦 所以當物體大概超過12馬赫的速度 進入大氣層的時候 這個它的外殼就會進入液態的這種狀況 因此就會嚴重地影響到通訊的能力 所以這叫做黑障 就當它進入大氣層之後 因為被液化了之後 這個會有黑障的狀況 所以它在通訊上 在飛彈控制上會有一定的困難 這是當時的這個前學生彈道 它的這個原理 那桑格爾彈道是在 我記得在二次世紀大戰的時候 那時候是一個奧地利的科學家 桑格爾那個時候提出來的 桑格爾彈道提出來 是因為那個時候 德國要研發一個V2長程火箭 去攻擊因果 所以那個時候 這個桑格爾提出了 所謂的桑格爾彈道 桑格爾彈道的概念 跟全層酸彈道最大的相同點 它們都是在大氣層上打水漂 可是不同點是 桑格爾彈道可以進出大氣層好幾次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就可以有效地避免掉了 黑障的這個狀況 那它最後的這個 最後的速度大概是8馬赫到12馬赫 所以8到12馬赫 因此對於桑格爾彈道來說 它面臨的黑障的這個挑戰 相對來說 就比較的小很多了 那而桑格爾彈道 因為它不斷地進出大氣層 它在打水漂 所以它就更難掌握了 那麼因此 中國大陸現在 除了英籍21外 我剛剛提到的像這個東風27 都是做同樣的事情 尤其是像東風27 它之所以研發 像英籍21 當然就是這個反艦飛彈 那東風27 它要做的目標是鎖定 美國第三島鏈的這個反艦飛彈 已經不是第一島鏈 或第二島鏈 它已經是要打到第三島鏈的反艦飛彈去 這個反艦的效果 所以其實我們不能不說 這個中國大陸的極音速飛彈的這個發展 真的是非常的驚人 你說美國要追 我剛才已經舉過例子給大家聽了 美國最近才試射成功 才五馬赫 那中國大陸現在要再迭代更新了 它的前一代的前學生彈道就已經15馬赫了 那你到了桑格爾彈道 雖然它的速度降低了一些些到8到12馬赫 可是因為它反覆進出了大氣層 所以它更難掌握了 那麼因此我覺得 美國要追中國的這個極音速彈道 恐怕真的很困難 好 謝謝委員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地緣政治 美中之爭 戰略價值 商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東西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賴動 全球觀點 現在環球發展現 好這一節我們要特別來關心 在的是中國大陸的外長 王毅15日特別在清邁會見了 柬埔在副手上 兼他的外交大臣宋金達 好 會上呢 我們來看到 宋金達他特別稱讚 大陸是一直無私幫助發展中國家 這次會上達成了一個重要里程碑 就是王毅他說了 梅蘭六國 他特別講出各方一致同意不做清淡管 接下來他們說要做的是推土機 環節一新加快梅蘭國家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來促進東協的發展 而且他還說了 梅蘭六國同飲一江水命運緊相連 這話就是說得非常的動聽 我們持續看到這一次王毅的發言被視為 是一種重大的突破 因為六國先前對於大陸是有所不滿的 指控他們在湄公河面臨缺水之下 大陸卻在上游興建大壩 加劇了乾旱問題 而且影響到的是六千萬人的生計 都會受到一些的影響 等於掐住了下游東南亞國家命脈 湄公河的小檔案 五千公里流經了大陸到寮國 緬甸泰國柬埔寨最後到越南 如何看這一次王毅漢他的檢國副相 針對梅蘭六國所達成的成果 為何這個六國現在突然間一改態度了 現在跟大陸之間的嫌隙一筆勾銷了嗎 還是有什麼樣利益上面的交換 上次哥 哇 這個同飲一江水 作為這個外交死令上 真的是一種比較少的這種情懷式的說法 其實真的要到底多好呢 而且你看一般來講我們看這個照片 王毅的部分如果在一般來講是握手不是嗎 大家是很禮貌握手 這個東西是body body 對 其實你知道外交的這些動作 大家不能小看 其實這個東西一方面 這個動作來講不是性之所至 大家要到什麼分寸 其實這個都是拿捏非常緊 拿捏非常精準的 因為其他國家會有看 所以這次王毅跟金普在這個部分的會面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確實我們看整個在整個東南亞地區 或整個東協國家裡頭 我們總體來看 確實柬埔菜長期以來跟中國大陸 包括配合一帶一路政策 各方面的當中真的非常緊密 那柬埔菜呢 那麼等等的這些其實真的是很驚人 那麼相較於 我簡單講一下 相較於現在越南本身 確實有大變化 後面待會我們會談一下越南 但是因為越南最近整個人事變動非常大 包括國家主席也辭職了 國會主席也才剛剛換人 所以感覺起來 在越南本身的整個的權力結構 現在有點變動 柬埔菜相對是穩定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動作上來講 王毅這個部分動作 除了給柬埔菜之外 那麼講出這個銅銀香水的部分 還是有同時針對於其他 包括越南國家 大家各自在看當中的 最主要就是穩定 穩定的關係會有什麼 穩定的關係的狀況 大家能夠做到什麼樣子的地步 所以一方面我們來看 其實不得不說整個在這一次提到說 要做不要做清潭管 要做推土機 對 清潭管這很清楚來 就美國那種就是嘴巴只會講 過去就講說美國只會給東南亞 包括這個東南半島的國家 東南亞的部分的國家 只會給他們speech 然後也不會給你任何的錢 任何的資源 跟你說你們不要跟中國大陸怎樣 可能沒有任何的資源 可是香港中國大陸當中 無論從基建一帶一路 跟各式各樣的經貿的和很實質面 都都給得非常扎實 我這裡頭特別要提出一件事情 我覺得最近中國大陸有些很大的變化 一方面兩岸也變化 國際局勢中美的關係也變化 我在昨天825號看到 習近平有一個很重要的話 雖然是對中國國內說的 他再度強調深化改革 我們看其實現在在 對台灣政策也是一樣 這樣兩岸表明才深化融合 所以我很看得出來 中國大陸最近在整個外交的狀況上 你也可以說前20年或前等等 包括一帶一路 過去做對於非洲中南美洲 包括現在包括東南亞半島這裡頭 我們看到的部分 過去是廣泛的交往 廣泛交往給你有些不同層次的 跟你比較要好的東西好一點 梳理一點點淡摩一點點 但你可以看到 從昨天習近平我看到的部分 他更強調深化這件事情 我們就可以看到 王毅跟前衛賽不就在強調 一個更深化性的東西 大家過去做表面基建 合作這些都差不多了 可是現在我跟你關係夠好 戰略架構夠好 我就跟你深化下去 可是跟你其他一般般的 就沒那麼深化或者在看 所以這種深化 無論在國內深化改革 兩岸深化融合 國際外交關係做深化關係的建立 我認為大家要特別關注現在 在中國大陸在整個外交情勢 不再是過去就神殘 自己看一看跟你摸摸頭 不見得真的是這樣子 包括我們在對比現在 跟越南之間的關係很明顯的差異 好在國際外交上 這個中國大陸深化跟柬埔 在之間的關係 剛剛還說同飲一江水 就以政治經濟上來講 哪一個意義比較重大 溫家老師幫我們間短答就可以 謝謝 我覺得他整個部分 中國要跟這幾個 就是美南六國要合作呢 那當然有兩個意義 當然是一個政治意義嘛 政治意義 他當然就是要擴展 他的這個區域影響力嘛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要 戰略控制 尤其地緣的控制 然後第三個就是要削弱 其實很重要 東協內部的自信 因為本來東協是沒有中國嘛 他切進來 比如說我要婚化你 你來投靠我 然後在經濟上的意義 當然就是一個 經濟弥漫的一個掌握 因為水 水資源是非常可貴的 因為包括電 沒有水就沒有辦法發展經濟 那當然還有市場跟這個 佔這個一個資源 因為就是在這個整個一個 美南六國裡面 它就有一個 一個經貿跟市場的一個空間 那加上就是對東協經濟的一個影響 因此在這兩個 一個又是經濟 一個就是政治的方法 我覺得是政治是更為重要 因為政治的部分 當然就是一個地緣政治 跟一個所謂他們講的 這個命運共同體 地緣共同體 然後之後有這共同體之後 才能去延伸它的經濟 所以等於說 經濟是政治的延伸 政治最為重要 好 那這當中 在做政治上面的 這些更緊密的合作之際 其實有一個國家 大家想要來特別關注它的立場 就是越南 因為在我們看到中簡之間 擴大合作的這個 在美工河段開發的 崇德、湖南、運河 現在說開闢新出海口 也建立新物流 樞紐之際 這個一旦漸程就會改變了 金邊還有它沿岸港口的物流 未來柬埔寨就不用受限 在越南跟新加坡了 投資金額相當的高 17億美元 長180公里 是中國大陸一帶一路計劃 耗時4年之後可以完成 成為柬埔寨 歷史上最重要的基礎設施的 一個重要運河了 好 那我們這邊也要來看到 那越南的部分 他其實也很擔心說 這個時候做這件事情 會不會對於越南既有的 運輸利益受到衝擊 他們也很忌憚說 接下來中國大陸 在地緣政治的影響力 會不會變得越來越大 請教委員如何看越南的擔憂 接下來蘇琳 已經在周日要訪問 就是中國大陸了 他可不可能借機來討論這個議題 甚至是向習主席討見面禮 中國大陸這次很聰明 他藉由這個 魅蘭六國的結盟 然後共同發展 他等於是變相地 把這個東南亞的國家做了一次的整合 在經貿上做了整合 這樣的整合最重要的一個效果 就是對中國大陸來說 它既增加了它的這個市場 那麼它也增加了它的國際影響力 那中國大陸長期以來 對於對外的這些協助做的 其實是不遺餘力的 所以為什麼柬埔寨這麼感謝 因為柬埔寨 這個中國大陸在柬埔寨 這一次一帶一路的投資方案 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金額 是大概柬埔寨有歷史以來 最大的這個基建建設了 那麼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 出海口或者是港口 其實就是這個國家 這個對外貿易的命脈 那麼如果這個國家自己有港口 自己有出海口 它當然就不用受限於其他的國家 所以因此 當這個柬埔寨能夠得到 這樣的一個港口的時候 相對而言 這個越南 它的這個 它自己港口 原本這個 來自於柬埔寨的這些貨物量 當然就這個 這個形同就損失掉了 但是當然越南也並不笨 就是越南接下來 它要訪問北京 它也必然會提出它的需求 那麼我相信北京也會很公平的 就是說梅蘭六國既然是結盟的態勢 那麼北京可以幫助這個柬埔寨 北京當然也可以幫助越南 更重要的是 美國現在正在積極的拉攏越南 所以我相信北京政府 準備給越南的這個蘇林的大理 也不會小 可能是南北高鐵嗎 極有可能 那就要看蘇林提出什麼樣的要求 但是我覺得北京一向在發展這件事情上 是一個很聰明的態度 就我曾經碰過一個很會做生意的人 他告訴我說你要怎麼樣做生意呢 就是你必須讓跟你一起做生意的人都能賺錢 不能夠只有你賺錢大家賠錢 他說如果只有你賺錢大家賠錢 大家跟你做一次生意 就不會有第二次了 北京現在在做的就是同樣的事情 就跟北京交朋友 北京在做它對外發展的同時 他也協助了這些國家做基礎建設的工程 所以大家都得到了各取所需 那麼這樣北京跟這些國家的這個關係 才能可長可久 是謝謝委員補充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今天我們要把眼光望下中南美洲這個地方了 我們先來關心的是巴西 總統魯拉他預告會在11月份 與來訪巴西的中國國家主席金平來進行會談 雙方會建立長期戰略的夥伴關係 進一步拉近彼此生化之間的關係 他們也會討論是巴西加入一帶一路的可能性 另外再來是關心的是秘魯了 經濟部長先前也說了 巴西有興趣透過大陸管控的秘魯前凱港 好畫面我們看到這邊巴西秘魯 這邊左下方這邊就是他們的前凱港 這邊接下來可以來出口它的大豆玉米還有其他產品 好前凱港位在秘魯中部海岸屬於天然的深水港 最大的水深呢現在看起來是17.8米左右 也是大陸重要一帶一路重啟拉丁美洲 它的大型港灣建設的一個起手室 距離首都利馬大都會只有80公里而已 那股份的部分我們看到中資的部分達到了大約60%左右 秘魯自己的公司則是有一個大概達到4成的股份 好前凱港對於巴西秘魯誘因到底有多大 會是接下來巴西他加入這個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的 關鍵基礎建設的一個關鍵嗎 委員怎麼看 巴西加入一帶一路幾乎是一個板上釘釘的事情 因為巴西的這個總統魯拉 國家向來就是反美立場旗幟鮮明的 那麼特別是因為大家看到最近中南美洲的國家這些 政府在做政權輪替的過程當中 其實都是以溫和左派取得了政權 所以其實接下來我相信整個中南美洲 會逐漸的脫離美國的影響跟控制 就是美國對中南美洲的掌控能力已經是大不如前了 大家不要看別人 就光看我們的邦交國的斷交速度有多快就知道了 就當美國對他們有掌控能力的時候 他們就乖乖的這個留在我們的邦交國名單裡 可是當美國對他們的管控能力越來越小的時候呢 他們就一個一個尋求最新的出路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相信巴西加入一帶一路不是問題 那中國大陸其實很聰明的一點是 就是說他很清楚的知道 美國對中國大陸展開的貿易戰是不會停歇的 那麼只會越來越狠 只會越來越嚴 絕對不會鬆手 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說 他現在要重新思考兩個關鍵問題 就是第一個 有沒有其他的市場可以取代美國 就當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產品進行 這個科增高關稅的時候 當歐盟開始科增懲罰性關稅的時候 那中國大陸的這些產品究竟要去哪裡 所以我剛才提到的說 我們看到的是東南亞它進行了整合 現在看到的中南美洲它也在進行整合 那麼包含中國大陸長期以來 在非洲的根源也很深 所以它現在也在做市場分散的動作 因此它在中南美洲跟這些國家 進行一帶一路的合作 除了幫助這些國家做基礎建設工程之外 它某種程度也打開了中國大陸 在中南美洲的新的市場 建立了新的影響力 那更不要提到說 中國大陸其實在過去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它的基建能量 包含它的基礎建設的這些原料的生產 某種程度都已經超過國內的需求了 那你要如何消化掉這些 這個超額的這些能量呢 你當然就是往外去進行這個基建 所以你說到中南美洲 到這個東南亞 去做一帶一路的建設 你一方面把你的基建的能量 可以花費在這些地方上 讓這些基建的能量不至於浪費 另外一方面你可以把國內過渡的這些原物料的產能 用在這些地方 那麼所以其實對中國大陸來說 這是一舉速得的事情 那麼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以預期到的是 中南美洲未來會和這個中國大陸越走越近 那麼跟美國可能會漸行漸遠的 那麼當然中國大陸手上還有很多牌 你說這個巴西加入一帶一路的關鍵 只有這個港口嗎 我認為不止 因為包含現在歐盟準備對中國大陸 這個電動車科增懲罰性關稅的時候 中國大陸也不排除把這個豬肉的進口 重新做調整 那麼如果中國大陸不要從歐洲來進口豬肉 最可能受惠的國家就是阿根廷跟巴西 所以其實阿根廷巴西 包含中南美洲的國家 其實未來跟中國大陸的互動可能都會更多 而且更深更廣 好關於巴西的部分我們剛剛講到前凱港 等一下我們會來聊聊跟這個中國大陸 在電動車上面的合作 剛剛其實委員特別幫我們提到的這個 中南美他認為會逐漸脫離美國的控制 那接下來就是大陸要在這邊持續的扎根 但是成功的秘訣到底是什麼 我們今天也會來做掌握 先來看到的是2022年 當時巴西的第一座 它使用的是華為本地電子製造服務工廠 在這邊正式的開業 用它的5G智能製造工廠 那巴西的部分 他是拉美現在整個最大的經濟體 曾經拒絕過美國的要求 因為當時美國要求他說5G的網路 你不要再用大陸的這個網路了 但是他還是持續的使用 然後他說他希望跟中國大陸一起發展半導體 那中資在南美 包括了哥倫比亞首都 波哥大也興建了地鐵 那包括了其他的國家 像是宏都拉斯也希望爭取中資 大陸也在阿根廷購買這個電動車所需的裏礦 我們看到中南美洲逐漸脫離這個美國 成為北京現在跟它著力的一個重要國家 北京經營中南美洲是得到 拿到了什麼樣相關的訣竅嗎 溫家老師 其實從中國的一帶路去經營整個一個東南亞 然後現在其實東亞翻版 其實現在就是所謂的它的中南美洲 那當然其實它 之所以中國會在這個現在 在中南美洲得到這麼好的一個成績 那當然顯得意見就一個策略而已 就是投其所好 割取所需 為什麼呢 其實中國靠著它的所謂的優勢的 不管它的經濟能力 或者說它的基礎設施等等這些 或是基礎這個投資等等這些 來吸引這些中南美洲這個未開發 或是開發中的國家 那當然這是一個最大的誘因 有時候我們想說這個中國是很厲害 那相對的 其實我覺得中南美洲也很厲害 要利用中國 這我們從一個角度來看 所以才能兩拍集合 不然你怎麼會這個地方搞得起來呢 那當然啦 其實中國也是非常有心的 因為它其實它現在這麼多年來 從它改革開放到現在 那為什麼美國會怕它 因為它會懂得蠶食 它不用監吞蠶食 慢慢蠶食 它從這個 從它的中國的後花園 就是從東南亞 然後一直現在翻洋過海 然後到了這個中南美洲 那顯得以前中國它的蠶食呢 這是幾十年有成 這我們不能不相信 也不能不承認的 那此時此刻呢 我覺得這樣中國它現在 更要做的事情是怎麼樣 我剛剛也講過了 它先用政治的控制 你拿我錢了 像一帶路一樣 你拿我錢了 你就要聽我的 所以很多事情 就要為了這個國家為了發展 它當然要配合這個中國 比如說你剛剛所講的 比如巴西的這個5G的一個 智能工製造工廠 還有哥倫比亞的一個地鐵 包括那個所謂阿根廷的一個鋸礦 這些都是一樣 那剛剛委員講到一個部分 其實它還有一個靈活的地方 比如說我們這個之前 洪都拉是跟我們台灣斷交 斷交當然它有做工作是沒錯 洪都拉當然認為說要跟台灣斷交 但是斷交之後 其實它還是在持續來做 提出它的機緣 讓它這個洪都拉是覺得說 還是這個所謂的不錯的選擇 那因此看起來就會 整個效應就會慢慢的做大 所以看起來如果說這個北京 要去現在經營這個中南美洲 我想它的訣竅是來自於第一個 它能夠抓住他們的一個需求 第二個它的策略是靈活 然後第三個是美國的大意 美國的大意 那我想這個美國我想 從我們這個總統 這個他11月底的 11月5號選完之後呢 可能在川普 他如果一旦上任 那可能會有所反制 那如果說是賀錦麗的話 那也不可能他就會用 會更用懷柔方式 來繼續來把這個 中南美這個爭取回來 只是現在雖然是不動 但是實際上我覺得 美國還是會有繼續動作出來的 好我們在持續關心 剛剛講說中南美洲 有一個國家 我們要特別來關心的是說 巴西 剛剛講前開港嘛 接下來我們要聊聊的是電動車 因為它跟中國大陸 越來越緊密 就是因為巴西現在已經超越比利時 成為大陸新能源 車最大的出口市場 4月份我們光看這個月 中國大陸出口至巴西的新能源車 數量飆增了12倍左右 達到了4163台 為什麼一口氣巴西圖 完全成為大陸的電動車客戶了 大陸現在在南美洲 又看到了什麼樣的商機呢 像這個 哇 這個巴西其實 最近中國大陸跟巴西之間 其實才在什麼歡慶50年 然後新華社才說 接下來深化50年的情誼 看起來在中南美洲當中 確實巴西跟中國關係 長起來最穩定 我們知道中南美洲的 政治狀況是這樣子 一旦比如說現在的取政黨 比如跟中國關係不錯 那麼反對黨 如果他在選舉當中 你要來打執政黨 於是就會反中 所以像阿根廷就是最好的例子 就是他這裡頭 於是有很多的動盪 但裡頭唯獨巴西是 一直以來不止魯拉 之前也都相對來說 都非常穩定跟中國大陸建立關係 所以呢 而且我經常在看說 中國大陸一個那麼多國家友好 我都怎麼在看多友好 多好不是看這些經貿數字 你看文化層面 比如說現在中巴有那個文化音樂祭典 在整個巴西巡迴演出 在中國巡迴演出 你就知道多好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觀察指標 當然你要知道 市場當然這麼大 作為一個巴西 在整個中南美洲當中 是2.1億人口啊 這個人口其實全世界 也都兵家必中之地 但為什麼是電動車這件事情 而且為什麼成長速度這麼快 你要知道巴西這種人口數量 過去日本的車子 美國的車子在巴西都有直接的 製造組裝的這個工廠 但重點來了 這些美國日本車子 在巴西賣的呱呱叫 可是你說賣的價格呢 還是很貴 並不是因為你這個地方收入比亞迪 就更便宜貴 然後服務客方面 可是中國電動車一來 第一個便宜啊 好多電動車 那麼包括你看比亞迪 那些最便宜的才2萬美金 而且在巴西的價錢 才貴一點點 跟這些車子便宜得一塌糊塗 而且那些面板裡頭那些 完全就巴西語音 而且你知道電動車 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電動車我在每次 在視頻節目都強調 你要注意中國大陸 靠電動車去帶動整個 程式基建的現代化跟改造 因為你要有電動裝 充電裝或各方面 然後你這些面板 電動車也會連帶的包括傳輸 因為你有很多的部分的控管 所以包括華為的部分的電訊系統 電信系統巴西也被整個提升 所以現在電動車其實被中國大陸 在國際當中的合作當中 程序基建 程序改造 而且現在中國大陸 現在電動車進入AI了 所以它AI方面 也會再應用到未來城市 很可能巴西會來自中南美洲當中 AI城市最快體現的 所以這個都是用電動車來進行導入 所以整個部分的發展 我們可以看到巴西的 跟中國大陸的生化合作 應該是中國大陸 在中南美洲最重要的典範 好 看完巴西我們來看整體 現在接下來 中國大陸它在一帶一路這邊 接下來可能會有什麼樣子的一些機會 除了巴西的貨物市場 連接到秘魯的前凱港之外 其中最大難關就是要怎麼用交通建設 這個貫穿巴西西部的亞馬遜雨林 再翻越平均高度達4000公尺的 這個安地斯山脈 好 畫面上我們持續看到 這邊呢 中國除了投入前凱港之外 還投資建設跨洋的高速公路 從秘魯南方跨越安地斯山脈 通往巴西 一路通往大西洋的海岸等等 好 我們這一個同樣的問題 怎麼造一帶一路的奇蹟 我們請 蔡美媛幫我們看 其實沒有任何貼險擋得住 這個中國大陸的基建狂魔 就是中國大陸的這個基建實力 在全世界已經是被肯定了 就包含他們現在的很多成果 幾乎都是在非常艱困的環境之下 完成的這些基礎建設 那麼我覺得中國大陸很聰明的 就是我剛才在提到的嘛 它藉由這個一帶一路的方式 在全世界交朋友 當大家發現跟中國大陸交朋友的時候 中國大陸得到好處 他們也可以得到好處的時候 大家都樂意跟中國大陸做朋友 所以接下來 當美中貿易戰要持續開打下去 美中全面對決展開的時候 中國大陸如果能夠握住中南美洲 能夠握住非洲 能夠握住這個東南亞 對於它的市場的擴大 對於它的這個接下來的 這個原物料的取得 那麼對於它在地緣政治上的影響力 都會有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老師 我也同意啊 其實就整個中國現在看起來 我覺得它是因為它透過它的 它的這個強 這個強使的這個所謂的強健的一個 政治影響力 來達到它的經濟的一個執行力 那因此呢 地緣政治 內政之間 戰略價值 商權崛起 小國生魂 現在與未來 更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正在環球掌握世界